12月2日,湖南卫视跨年发布会举行,现场公布了跨年演唱会首播阵容,可以说是群星辉翠,不过最吸引人的是一对一男屏CP,张翰和郑爽。 有网友发现这对一男屏CP的剑影与郑爽和张翰在一起来看流星雨滴的合照十分相似,甚至可以说是一模一样。 不过有网友质疑,他们俩当年的恋爱有多甜,分手后两人就有多想摆脱对方,甚至已经到了不想互相谈起的地步,这样的情况下,怎么可能公开同框? 当然,他俩合体还都只是猜测,毕竟节目组未能挑明正容,不过,倘若他们真的能在多年之后产生交集,其实也不算一件坏事。 同时,对于许多曾经喜欢过这对CP的人来说,也算是来之不易的惊喜,你们期待张翰和郑爽再度合体吗?